我們現在教的內容叫海水的運動 這裡是斷考不考的 我現在教的東西是斷考不考的 斷考不考的 OK 但是我要把它先教完 海水運動有三種 第一個海流 海流就是海水在流 海水在流有很多種不同的流的原因 有吹送流被風吹的 有密度流兩個密度不一樣 有補償別人流過去的 有不同的方法 我國中教你的都是吹送流 我教你的都是吹送流 被風吹的 但是以前克爾沒有這樣教 所以呢有時候有一題這樣問 然後說他錯 原因是因為克爾沒有教 波浪就是海水的表面的起起伏伏 它是跟風有關 好了基本上我波浪教完了 因為波浪就只有一句被風吹的 就沒有了 好就等於算教完了 OK 好潮汐 就是海水的升升降降高高低低 它受到月球營的影響 潮汐我們會在天文的時候仔細講 我們在這邊就只跟各位簡單帶一下名詞 提示一些重點 但是主要內容到天文的時候跟各位說 那我們這邊主要講的叫海流 就是海水在流 這張圖以後會 你可能在地理課本看過 或者未來在那個高中的課本會出現 海流就全球的表面的洋流情形 你們在地理會學的比較多 中間有個什麼墨西哥彎彎流 還有上面一個北大西洋洋流 這是你們地理會教的 可是我們地科呢只教一個黑潮 我們連清潮都沒有教也沒有唐潮跟漢潮 只有黑潮 只有黑潮 我們地科只教了黑潮 我們連清潮都沒有 我們連降流我們又只教黑潮 台灣附近主要的海流 所以我們地科教的很少 地科教的很少 比你們地理教的還要少 那麼這個風就是因為風吹的 地老師有沒有教過行星風系 沒有 地老師要教行星風系 就算你沒有聽過 你至少聽過什麼 西風帶 西風帶 叫你問這個名詞 就是全球因為太陽這樣子散 所以就造成固定的高壓跟低壓 就固定造成風位的方向吹 這叫做行星風系 那麼行星風系固定的風向這樣吹 就吹了固定的海流方向 就這個海流方向 所以我說我教你都是什麼流 吹送流 但是舊課本並沒有講海流是被風吹的 所以曾經有考聽說 加烈迅速何者正確 他說海流被風吹 說他錯 說他是錯的 因為課本上只告訴你風會造成波浪 波浪 所以黑潮 好 黑潮 然後這裡就是行星風系吹出來的 那我朋友講的是我們的黑潮 好 有一個北太平洋的洋流系統 由東邊往西邊流 流流流流 流到貝林均撞到他就往北上 然後通常貝林均就北上 北上就變成所謂的黑潮 然後就變成所謂的黑潮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 第一個 黑潮拿進來的 北四道 來自北四道 然後呢 因為來自北四道 所以水溫更還低 好 暖流 他是暖流 他水溫比較高 他是一個暖流 好 他是一個暖流 好 北四道 那寬度啊 什麼深度啊 你就不用管他了 只要記得他是暖流就可以了 OK 為什麼他現在不會動 好 水溫比較高 好 水溫高 重點就是 來自北四道 水溫高 來自北四道 水溫高 然後他水色比較深 因為他坡刀比較洶湧 翻滾的結果 所以呢 讓他的光線散掉 看起來比較深 好 比較深 流速很快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重點是下一個 幫我再問 就是 剛才說撞到飛冰北上對不對 然後碰到台灣就分兩條 有一條叫黑潮主流 從台灣的東邊過去 有一條叫黑潮主流 要進台灣海峽 然後就有一些變化 然後考就考你這個變化什麼 那我再問大家 我再告訴你 這裡的作品叫做 黑潮來自哪裡 得知到 水溫高一 水溫高 地理交過嘛 他是暖流對不對 地理交過應該就會了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告訴各位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 海流波浪跟潮汐 波浪等於沒有內容 潮汐是在 聽我的時候好好講 我們現在講的叫做 海流 跟你說我們只加黑潮 黑潮來自北赤道 水溫高是暖流 這樣就可以了